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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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首先和各位说的就是这一段投资现金分析 是昨晚8点53分6的 先看看香港时间上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我是说星期五晚纽约收市的情况 纽约股市大幅反弹 我看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部都上升 升幅以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1.426%最为标签 就算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有0.817% 不错的 修复了上星期四的绝大部分失地 看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大概是上星期四 长周目前收市的位置 美子期货一直落下来 然后美子期货在上星期五晚大幅回升 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 今早早的美子期货 我没有给大家看到 因为是昨晚6的这段刚才的分析 但是大家留意 在这段影片的标题 下面有个序述 那里面我会告诉大家 恒生指数 今早的合理值 还有预计给大家 第一个即市重要阶段位 第一个即市重要支持位 大家在文字找回 然后我们再看上星期四 港股五大指数的真正变动率 真正变动率是有升有跌的 表现好的是红筹指数0.935%升幅 其他指数都是跌的 跌幅是0.35%至0.828% 以科技指数表现最差 成交单单比率 有些高过20天平均数 有些轻微高过 有些轻微低过 全部都是很接近的 如果要多些 就是红筹指数是多些 科技指数就少些 比较上 代表好淡双方的增持情况 开始就积极了 上个星期四 收市的仇港股 美资期外部4381.25 升了0.189% 我们五大指数除了红筹指数 是偏高0.549%之外 其餘四个指数 都是偏低 特别是科技指数表现最差 偏低1.72% 而当日的恒生指数 最高是24660 24660就连这个合理值都不到 最差是24347 24347是略低第一个 即市重要支持位 表示淡油是略占上风 然后晚上市美股就插出来 非产户主动买股比率 说现货主板市场 收市部54比46 和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 是一样的比率 而资金净主动买入是增加到79亿 是多过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的接近60亿 而战验货主板市场的总成交金额 都是6.881% 长洲目前成交金额 縮回到总成交金额 1,151亿 低于平均的1,493亿 而卖空金额比率 就回降到18.21% 略高于平均的17.050% 恒生指数 阴影足周线图 周线图上 上个星期五 就叫做美丸肉眼望女 就是一个破脚穿头利好转的形态 指标方面 SAR 保力加通道 RSI STC MACD 都是利淡 可以说中线来说 恒生指数 局势 是显著向淡 要留意 MACD 之前都提过 我记得 是营造一个 牛叉利利好转向怨态 即是说 这个低位 有机会成为中期的 反弹浪的起点 我也是这么说 是说这个 潑湖大师中 一中 圆圈四 反弹浪 目标是这里 这里是25650 我记得一下 25650 附近 另外要看 STC %K 现在低于20 %D 也低于20 有可能 在很快 几个星期之内 发出买入讯号 大家要留意 再看的是 刚刚开始新的一版 上周四周 10月份的含指期货是24372 大户加权平均开仓水平 国指期货是8679 现在初步可以看 上周四的收市位 加权收市位 是高过 偏高115点 偏离值 国指期货 偏离值 高26点 南层股表现好些 偏离值是0.473% 国企指数 刚才说恒生指数 反映国企股表现的国企指数 是0.295% 所以晚上 美股最终两个加日 跌完升 虽然很反复 但最后都是 杜瓊斯公益平均指数 表现好些 都是有些有积可乘的 恒生指数期货 上周四是升市 国企指数期货 都是升市 但是升得来 你看看 国企指数期货 是强劲的 你看看这个高位 和这个高位的比较 这个跌分量的低位 和这个低位 比较 看恒子期货 高位和高位比较 低位和高位比较 是不是 恒子期货的表现 不及得 就是反回升的动力 不及得 这个国指期货 多指期货都是升市 但上升的势头 就弱点了 他这里都不错的 升了上 可惜这里 哇 一枝 一枝 很长的上影线 下回来 首部很长 很快就下回到这个顶 附近 这个底是远低 这个顶 同个情况 和恒子期货差不多 三度的性 两个月份合计 未平初入约 证数又如何呢 由于十一月份 就未有得计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上影的成交 证数0比较 计不了变动率 增加了几个percent 所以恒子期货是 增加 国指期货 不变 科指期货是增加 不过恒子期货 增加的情况 就是明显过 科指期货 和科指期货 两个月份合计 未平初入约 证数只剩2万1千多张 有回复单 准成度只剩6成 6成左右 差不多 6成左右 可靠性 6成至6成半 这么说 那么看 增加不变 sorry 增加不变增加 增加不变增加 上升 增加先 先看 外资 和在科技股战场旁边的大户 外资好有大户开新厂逃利 上星期四 启示蓝筹股今日 持续再升 当然是 而科技股的情况相弱 不过上升 我预测成为事实 但我预测成为事实的机会 就小一点 那国企 指数奇幅 不变 对比上上星期四 中资好有大户开新厂的同事 中资大户开新厂的同事 中资大户开新厂的平球厂计数 大家可以说 没有北水 北水只是中资的部分 中资有些可能 除了北水外 其他来自外地的经纪 也有可能落盘 而且香港也有中资 中资好有大户开新厂逃利 中资淡有大户平球厂计数 启示今天国企指数 反复再升 升势 不及得蓝筹股 甚至科技股 那么凌厉的 再看第三个行业内 我们继续看资金流向 过去五个加日合计 次序 我和上星期三差不多 我只是想说一样 是第六个 第六个 保险业由第七位升上第六位 大家看回上星期四 第一段投资影音分析 保险业多成第七位 保险业主动买本就增加了 其他都是继续排列的次序 没什么特别变动的 软件服务业有107亿多的资金 准主动买入 如果你看 上星期四计 资金准主动买入 都是以它最多 不是对不起 不是以它最多 是地产最多 12亿6千多万 第2千到12亿来200万 接着 头五六位最多 就轮到6亿多 两个都是公众事业 和医疗保险业 看看头五位 头五位都没有六十比四十 没有什么特别标青 头五六位 那就不说了 500只恒生综合指数成份股 资金准主动买入最多 上星期四 我不停强调 上星期四 上星期五就放假了 恒信 是5.398万 第2位 至第5位 都只有2亿多 头十位的股票 4就升 6就跌 那自己比较一下 究竟哪些收市位 是比加权平均价高了 还是低了 这是重要的 我说过很多次 始终收市价 是比加权平均价高 有日中的 贯盘价高 比加权平均价高 都是一个好事 低于不是好事 始终分别 前者代表买家控制佔上风 后者代表沽家佔上风 买家占上风 当然是看好一点 沽家占上风 当然是看淡一点 然后呢 我们先看看升跌幅 这次很厉害 融创中国 升12.72% 最标真 和过去五个加日比较 没什么特别 即使是最好表现的 鲜红色第一日 融创中国都是8.07% 比对五个加日收市前 没有创52周新高 新低 这是中廣核新能源 18.18.18 顺便看其他 再看一看 升幅15% 比对五个加日前 升了29% 好严厉害 主动买高比率更厉害 6.7-33 代表全日低位 7.07 成为即使重要支持位 量比不多 0.5倍 看看头十位 有没有值得谈 6.5-35 低一 就是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很厉害 什么厉害呢 跌2% 2.4% 收市位低于家企平价 但是在低位 8.26元越跌越买 主动数货 68.32元 8.26元就是今天的即市 重要的支持位 希望守得住 2倍没什么特别 其他全都不够2倍 2倍都不够 上周末支持 稍后和大家简单分析 股票 992 992 安踏体育 第11位 升了0.548% 收市位高于家企平价 而主动买股比率也不错 60比40 就代表142 一传低位前面 数货也很明显 接着想说 9999 网易 跌了 跌了 但是跌得来 跌了0.303 跌得来 就是很少 但是高于家企平价很多 主动买股比率也不错 57.4 不算漂亮 但也不错 我们就说这三尺 992 2020 9999 好了 放在我专业中文分析表 表现最好的是 腾讯 第二是融创中国 第三是 华融置地 腾讯 刚才也不太提 入461 4收市位高于家企平价格 主动买股比率 紧紧及格 55比45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融创中国 第三是华融置地 融创中国华融置地 现在升了12 刚才说了 升了很多 高于家企平价很多 主动买股比率也配合 互相升动力 60比40 华融置地 第三位 华融置地 没错 华融置地 32.8.5收市 高于家企平价 主动买股比率 比融创中国更漂亮 3比37 可惜不算5比35 今天重点分析的股票 是一个爪数股 就是刚刚一个详细 大家投票 最想我说的是 中银香港 23881面倒赢 票数最多 我印象中是50%多 为什么这些人 那么喜欢说这个 是否因为它有些迹象反弹 好 在详细分析之前 我们先看看最新形势 看那个 平均线分配形势 5天低于20天 5天线低于20天线 20天线低于50天线 但是这样拨拨 怎样呢 就是股价 连续两个加日 在一条20天线上 站在那里 那如果5天线 迟些今天或明天 这两三天之内 升穿了一条20天线 而股价当然 理论上 到时很大机会 不敢说说对 就是 还站在一条20天线上 这样的形势 转强了 平均线分的形势 就利好了 那我们看 由这儿28.353 一路 跌下来这个位置 哎 对不起 多了一下 跌到这个位置 然后反弹上去 再下创新低位 那现在反弹上去 过不过呢 过不过呢 这里跌下来 0.618 肉眼都到了 应该是这里 关键要升高 这个位置 高1的价位都好 因为它破坏了一浪 低于一浪 的利淡 形态 或者利淡的局势 希望它过得到 但是看一看 我画了一条 下降通道1点 2点 3点 如果你过得到这条线 那当然过得到下降通道顶 最怕是过了一点 然后下回来 要回试一个后抽 过了一个顶 就OK的了 之后就站在50天线上 基本上就更小了 加上过最近的3个交易日 都叫做特别 什么2个交易日呢 上星期三 成交流都增多了 星期四整个市都少了 它都少了正常 但是都不少 都有 缩得很紧的 OBV是怎样的 OBV这些呢 可惜了 因为这个低位 是低于这个低位的 那就是没有做了一个背驰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反弹 我们就当它反弹 好了 暂时也是 反弹未必要有机会 还要再下降 那是不是一定下降 又不是呢 到时的信物转捕就可以了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讲 3个股票 简单地 第1尺992 是吧 联想集团992 一仙图 这个小时图 我们转向一仙图 好 联想集团992 阴阳出入线图 RSI 看14 今次没错了 看14 那样呢 我们先看看 保力加通道 的价位 保力加通道 里面反复上落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 那叫做 站在保力加通道的中组上面 记住这张图 是截到上升明期四收市的 因为这段录音是昨晚录的 另外SAL在下面 RSI就跌穿了 这个五天平均线 STC%机 松米%D上面 MACD的D%0上面 即是1 2 3 4 4好一袋 形势是有利短线投机者 利用中注 因为4好一袋 就代表形势是向好的 是用中注去抠下买的 抠下买的 抠下买的 是够值的 就是买的 指标是支持你买的 买上去看的时候 我们当然第一个看 刚刚见过高位 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看过这么久 就是8.76 8.76 如果过到下一个位 这个不用看 8.7 为什么不用看 8.7低於8.76 企稳8.76 我们就要怎么看 企稳8.76 就是低於1浪 仍然的局势被破坏 我们就可以由 贪心点 我对精神 如果从这儿下买了 一下下买了 OK 我由这儿看 11.36 我减一减 看看前面有没有明显的高位 减一减 没有了 OK 好 我们就由11.36 度到这个低位 那么长的跌落 6.96 计算它反弹的0.5倍 0.618倍 做目标 站在找0.618倍 我用眼看估计 大概是这些位 你就看什么呢 就是看这个 10.62 再看11.14 再看11.36 一直看上去 当然是开心 但不要忘记 到时将指摘位 或指摘位 一直不断移高 去保障既得利润 我经常都说 第二只要说的 股票是2020 安踏体育 安踏体育 又是一个 由高位 191.3跌到利 这下跌到147.4 但回来 这下跌到不太有力 170元 为什么不太有力 最高170元 都过不了 174.4 但这下跌到就急 有力 有力 踩到多少 135.2 现在借一个 略为反弹 我先看指标 指标是否好 好 三担两好 当然我们不买 这些是反弹 不会反弹 不是说它不会反弹 不会反弹多些 而是要反弹 有其他更好反弹 指标 好 三担两好 就是偏淡 然后 如果一定要反弹 两个计法 这里有个明显的反弹 当然是154.5 第二是什么 息的 170元 跌下去 135.5 自己计0.5 0.618 就这么多 当然最后要看 一些之前的跌浪低位 又要看着 147.4 给大家看着目标 最重要是不要跌穿 135.2 那就麻麻 这只股票 第三只要说的是网易 9999 网易上市之后 上市买卖之后 我按住 上市买卖之后 衝过上来 这个高位 206.86 先四 随前价计 接着就一直反复上落 这里曾经支持一下 有个反弹 不升上去又下不了 消化人之后 接着就 消化人之后 再买本 再订一下 116.82 先减一减 加法 不是减法 好了 跌了下来 那又怎样呢 现在这下弹上来 116.82 先役到152.72 先役到152.72 这下弹上来 这下再跌下来 是121.4 这是好市的 因为之后的C 是4 最重要的是 第一 不要再跌穿 121.4 否则 就会示范116.82 6的支持 如果它跌不穿 的话 你可以这样 A B C 但是 你用这个组织四 121.4 就是拼它 C C 就会略高于 162.72 是5.86 高于 高多呢 就是跌离 1 126 减 116.82 这个跌离 更加上来 这里是152.72.16 就是那个量度升幅目标 当然你没有那么进取 当然有很多指标体 第一个你必须要升过这个位置 不用说 136.4 也过不过就不用想 第二你要看看这里有一个低位 140.22.16 第三你可以由这个高位 162.72.16 跌到刚才说过的 121.4 去乘以0.5 0.6 0.18这些位置 这是你的目标 最重要是再说一次 121.4是不能穿的 这个支持 如果它真的升穿了这个位 136.4 你就不要再将指示位置放在121.4 要退去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是近日的高位 就是由上星人5开始之后 到它升穿这个136.4 这段期间的低位 低位 我们就退去 123.6 就是由这个位置 将指示位 由121.4 退去 123.6 嗯 指标呢 1 2 3 4 5 这个好点的 好过刚才那只 安特体育的 因为三个子都要好两个里达 三好两达 那就好过的 好过的 刚才那只的安特体育的 但是紫色仪因为局势只不过是 偏好吧 紫色仪少住 博这个反弹而已 OK 那就 说完了 大家留意一下 在这段投资金分析 标题下边那个序述 这个投资金分析 是我会放在 今早 是大概开市的时候 那个美资期货所启示恒生次数的合理值 以及 显示 这合理值 计算出来所得的合理值 以及 我预计的 即是重要 第一个重要 所谓位 即是第一个重要 支持位 那么 好多谢各位收看 第二段投资 在影韩分析 我们重点分析 2388 中文香港 到时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 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起 并肩作战